日本媒體報導 首相岸田文雄當地時間今天早上10點 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 會後他宣布 星期四啟動排放福島核廢水的工作的決定 他表示 已經採取所有措施確保安全 避免漁業聲譽受損 並會繼續尋求獲得國內外的理解 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天在社交媒體發文 表示強烈反對日本政府向大海排放核廢水 形容決定是不負責任 又表示已經即時指示環境及新泰國局長 及相關部門立即啟動進口管制措施 環境及新泰國局長借展還今天下午4時會見傳媒 宣布由今天週四起 將禁止源自東京福島千葉、梨木、慈城、群馬、 宮城、新色、長野和旗浴 十個都遠的水產品進口 包括所有活生、冷凍、冷藏、干製或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產品、海鹽 以及未經加工或經加工的海藻 有關禁令將在明天刊獻 謝展還指出 食物安全中心會繼續加強對日本進口食品的檢測 並已於6月中開始全面提升就日本進口食品的檢測範圍 檢測所有由日本進口的水產品及加強檢測相關的加工食品 他亦重申 本講是需要有預先防範措施 保障食物安全及市民健康 直至政府對日本排水計劃有信心時 才會考慮放寬禁令 至於我們的禁令需要做多久呢 我們實際上也需要看看日本核廢水排放之後 具體實際上情況如何 以及日本政府監察的系統又如何 如果我們覺得我們有信心、安全時 我們就可以將這方面考慮放寬 但現時我們需要有多些資料、多些證據 我們才會作出這方面的考慮 所以時間方面我們並沒有既定的時間表